大學寶家 誰才是行家 今天我們的教學小教師 邀請到我們的茶藝達人 池老師 要來教我們什麼呢 因為我們據說 真的有這種事情嗎 當然有 以前有人說一個園外 他一輩子就是 玩壺玩到後來變乞丐 結果他每天 沒錢了 別人要去跟人家 要飯吃 別人說你是那個很有 會玩壺的人 你把壺拿給我 泡一泡茶我就給你一筆錢 結果 結果因為他壺養得很漂亮 聽說他的壺沒有放茶葉 倒水進去 倒出來都很好喝 都有茶香 對 但是這個是一個傳說 我們現在要面對就是說 你要買一把壺的時候 你現在要注意 很多人買壺的時候 還沒買的時候就亮亮的 太亮了 那個是做的 有人會用豬大骨 去把壺養亮 豬大骨在熬的時候 會有那個油 附在上面 那更差勁 你用 碧莉珠直接噴上去 亮亮 但聞起來 有味道 對 然後還有人是用 老的一些不好的茶葉 去讓這個壺 養得黑黑的 那像買壺的時候 最好避免這兩個 有些食用的壺 因為你要用 要衛生 那我們就要講說 那要衛生要怎麼養活 在現在很多人流行叫 開壺儀式 我有一次去福建五一三演講 然後半夜他們來敲我們 然後來了十幾個人 拿了五十瓶礦泉水說 老師請你來幫我們 主持開壺典禮 我說我們怎麼沒有這種壺儀式 他說我們現在一把新的壺 要用水 五十瓶礦泉水 一個一個 然後你要見證 我們有做過這個儀式 其實這是作秀 大家會覺得好玩 那我們要開壺 其實非常簡單 一把壺因為它剛燒結完 會有燒結的一個溫度 跟一些所謂的味道 那這個味道怎麼去掉 非常重要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三冷三熱 是洗三溫暖藥的代表 就是讓壺洗三溫暖 怎麼洗 第一個你把壺拿起來 拿起來的時候 你熱水絕對不要壺打開 直接住 因為它會冷縮熱脹 尤其是在冷天的時候 你如果放這樣下去 然後再蓋起來 然後你再淋熱水 有一個可能會裂掉 你會聽到非常 非常清脆的聲音 即使是買再貴的壺 都有這個危險 對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一定要 先從壺的鈕 淋水下去 這個正中央 對 來我來做個示範 因為這支壺比較大 我先用這支小的來做示範 那你可以注意看 我們在用壺的 開壺就是剛剛講的 你冷 熱 冷 熱三次 熱水泡一下 再冷水 那它裡面的土叫泥門 這土的叫泥 泥巴的泥 對 泥門會鬆掉 然後就會把土味去掉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要淋壺 第一個動作是把壺淋上去 這叫軟身的運動 再幫它軟身 對 因為你從到下 它整個身體都有熱度 所以它就不會 像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那個肌肉跟筋肉 忽然間用力過猛 所以你在摸的時候 要稍微你摸一下 壺蓋跟壺深 要一樣熱 這樣就差不多了 都有熱 然後再來第二個動作是 把壺蓋打開 我們用這個直接注水 這叫溫和 我們許多人喝咖啡 都知道說要把咖啡杯 溫熱對不對 溫杯 那這個叫做溫和 這兩個動作做完以後 把水倒掉 才可以開始放茶葉 這是基本動作 那這個基本動作 不管四季 春夏秋冬 你一定要做 你不要說熱天就不做 因為等你習慣了這個以後 尤其到冬天 像這種珠泥湖或谷湖 這種谷湖要特別特別小心 那是買來的 第一次要這樣子 還是其實每一次玩泡茶 每一次都這樣 那我們因為泡茶 有講究溫度 一般都是一百度 一百度 所以我們剛剛淋的那個 要一百度 但是如果你這個壺 如果放個半年 一年沒有用 那溫度不要太高 最好是 那溫完壺有放茶葉 茶葉放進去以後 因為茶葉每個人都會量克數 其實不用 很簡單 你就直徑多少 茶葉就放到鋪平就好 球狀的 然後調索狀的 在兩倍厚就可以 那泡了以後 很多人就開始 會拿一個毛筆 在幹嘛 在上面刷 在上面刷 對 為什麼 對啊 為什麼 因為他希望 他的這個構 比較匀秤 因為我們會靈活的以後 這個蓋子通常會跟身體 顏色不太一樣 所以他希望 拿一個毛筆在那邊刷 有用嗎 有用 但是很難看 為什麼 你一邊泡茶 泡茶很文養 好像在寫書法 好像在畫臉一樣 在那邊刷 我覺得那不好看 所以當你泡完以後 那個茶葉喝完以後 你這個譬如五六泡以後 這個茶葉拿掉了 很多人有壞習慣 我養糊 茶葉不拿 放到隔夜 絕對不要做這件事 會不會瘋住嗎 還是 不只是瘋住 你的泥門會被塞住 對 你放一個晚上 一定收掉啦 又悶著 對 然後那個茶 你現在泡烏龍 下次再泡的時候 就會受到影響 這非常非常重要的細節 對 人說好壺 你基本上 如果真的名貴的壺 他就只泡一種茶 對 就是一個 一個泥門讓它適應 就跟聽古典音樂一樣 你聽小提琴 你就是固定聽英國喇叭 那搖滾了 你可能就聽比較美國喇叭 讓它適應 那像家庭主婦的角度 就是你要開鍋 也要養鍋 每次都要加油 然後你那個如果平底鍋 是煎魚煎肉 你就不要拿去炒金 你那個砧板也一樣 你砧板用刀也一樣 對不對 你用刀 你用冷的跟熱的也不一樣 明糊那麼貴的 你的味道不要混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當你要清糊以後 你要怎麼辦 你茶葉清完以後 做一個動作 弄乾淨以後要做一個動作 我們把糊倒過來 倒過來 我現在水讓它慢慢流 對 讓這個底加熱 為什麼從這裡淋啊 因為我現在假設它茶葉 已經拿出來了 我拿這樣淋的時候 它會讓這個糊乾了 看到沒有 有沒有 乾掉了有沒有 對啊 然後裡面的茶垢呢 它就因為這樣而 慢慢形成一個薄膜 那這樣裡面會養成一個 有顏色的 外面不會 而且也會很乾淨 你外面黑黑的 髒髒的不好看 對 所以看這支糊 你看這個裡面 就是這樣養的 有沒有看到 裡面有這個垢 有 有這個邊邊 那可是外面很乾淨 對 因為每一次都有做這樣 對 每次 然後你這樣弄完以後 因為我們一般養糊 養完以後 蓋子有些人會把它拿起來 還有一些豆 風乾啊 不用風乾嗎 那不用 我剛剛講的 你這樣淋完以後 你把糊拿起來 對 然後這個蓋子 你可以斜放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第二天 你一看裡面都乾了 就把它蓋回去 好 那有人會故意放這樣 那其實會有危險性 因為有時候你不小心 蓋子跟身體就會分開 所以我們在養糊的過程中 記住幾個動作 第一個 把它溫熱 然後第二個才拿 一定要記得 泡完以後把柴清乾淨 每次都要清乾淨 拿出來 不要放隔夜 對 然後再把這個糊 弄乾淨 乾就把它弄熱水 讓它 對 讓它裡面鬆 對 然後再來就是 蓋子 不要把它蓋死 不要全蓋 也不要整個讓它分離 會找不到 對 因為它有水氣 是 那這樣的話 第二天再煌回來 那這樣的糊就會很自然 而且會陪你一輩子 像你這樣這個用多久了 看起來就新的量 對 跟新的一樣 可是這個糊大概用了兩年了 幾乎每天在泡的 那所以你當你摸它的時候 它會發亮 就自然的亮 所以我們最後要講的就是說 包括這樣的古糊 你在用的時候也一樣 不要忘記 每一把糊 你要把它當作 以前在中國人的這個 糊的名稱叫 湯婆子 就是它的小三 以前男人的小三 就是這個 就是它的小三 叫湯婆子 這個名字在宋代就有了 那到現在呢 疑心糊裡面 有時候還寫湯婆子 所以你在握這個糊的時候 要很注意的就是 溫度還有使用糊的本身 你一定要對它非常非常細膩 那越養越值錢是怎麼來的 因為你把糊如果 就像一個剛出道的人 沒有經過磨練 它的糊呢 如果是名家的 是不要用的話 它是因為那個名而增值 對啊 那我們養糊為什麼增值 因為就是好好用它 又有所謂的愛好者 同好用過 甚至是名人用過 當然這個糊 因人而貴 我們有時候養糊 是因為這個糊 被你養得很漂亮 而貴 貴就是名貴 所以很多人說 你養得這麼好 你可不可以讓我 你就把你喝過的茶葉的價錢 還有你用的薪 把它加上去 因為同樣這個糊 我養跟你養那個價錢 就不一樣 天差地遠了 那當然現在也有所謂 職業養糊人 是幹嘛的 就是一把新糊幫你養 幫你養 然後來賺錢 有人專門養這個 但是它那個養的目的 不在這個裡面 以後有機會 我們再來談說 為什麼會有職業養糊人 對 這樣讓大家 如果想要發財 我想要轉行 斜槓人生 就好像可以來探討一下 對不對 好 那下次我要來學 怎麼樣 成為一個職業養糊人 我們下次有機會 再請池老師 再跟我們講姐姐 謝謝池老師 謝謝 謝謝 越養越之間